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心里想这个船越来越危险了 所以他们就很想坐救生艇离开 那么假装要去抛锚什么的 就把救生艇要放到海里面 这几个水手就想坐小船离开了 保罗一看马上告诉军官 这些人不能走 一走的话我们全船都要死了 我相信这也是常识嘛 水手是负责控制这艘船的嘛 那假如水手都跑光了 这上的人都没有人会开船 那当然死路一条了 那个军官一听 马上把小船的绳索砍断 让那个小船就飘走了 这一幕真的是触目惊心 乌漏偏逢连夜雨 唯一的救生艇也失去了 那你说是不是到了最困难的时刻 即使到了最困难的时刻 其实路加的叙述也让我们知道 在人最绝望的时刻 是上帝显明他大能的时刻 我来为大家来读33到36节 保罗说了这话 就拿着笔 在众人面前注谢了神 拨开吃 于是他们都放下心 也就吃了 这边讲到天见亮的时候 也就是在小船事件发生后 的第二天天见亮的时候 保罗这时候就劝大家吃饭 他说他们这14天都没有吃什么 也许可能吃一点东西 或者是也许想要省点粮食 或者是他们根本就吃不下 没有胃口 是啊 所以这边讲到有两个词语 一个是玄望 玄望就是你挂心嘛 你心悬着吧 第二个是忍饿不吃 这正好跟36节后面的结果 形成了一个对比 36节讲到当保罗 剥饼 注谢吃了之后 大家就放下心 也就吃了 玄望对比 放下心 不吃什么 对比吃了 中间发生的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说是神的大能 是啊 什么能够改变这样呢 是 除了保罗所说的话以外 保罗讲到34节里面 讲到说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 所以先讲理性 先诉诸理性 吃饭是关乎救命的事啊 不吃饭会死的啊 是啊 没有力气啊 需要有力气 是啊 不管这个力气呢 后面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力气是为了后面发生的事情做预备的 当然他们要有好的精神 要有高的血糖 很多弟兄姐妹应该跟我一样 在滴血糖的时候也没办法判断事情 是是是 所以呢 这确实是关乎他们救命的事情 理性上来看 但是保罗又再次提到了应许 他提过的 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 这就是我们前一集里面讲到 保罗有神的使者跟他说 你们每一个都比得救 一个也不时常 是是 所以保罗重生了应许 他也提到了理性 接下来保罗所做的动作很特别 保罗在他们面前剥饼 注谢 注谢跟剥饼代表什么意思 我相信当时犹太人吃饭 都会有一个感恩的心 是 所以他们通常都会拿起饼来剥开 注谢了才吃 这是一个信仰的表达 但是这群有囚犯有水手 有兵丁各式各样的人 他们不都是这个信仰吗 所以我觉得现场应该是很多人就眼睁睁的盯着保罗正在这个注谢 剥饼 所以大家是看着保罗在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他们可能心里会想他在干嘛 为什么要这样 那个人好像一直在鼓励我们 他做这个有什么意涵吗 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思考 而且这14天 我们的神明也没帮助我们 我们信的 比如说波赛顿好了 希腊的海神 波赛顿也没显灵 但是这个保罗还剥饼 还注谢 他的信心依然稳固 他信的神肯定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在这边看到 刚刚有提到了276个人 总数了 保罗一人 所以是1加275 总共276个人就在这个船上 然后其实就是这样漂流着 但是他们似乎看到了一个希望 因为接下来从39节以后 他们就开始有很多的 要让船可以进入一个海湾 然后靠岸的一些 采取的一些行动 也就是刚才何博说的 吃饭很重要 体力很重要 吃饱才有力气 于是他们在这里又砍断绳索 弃毛 就是要丢毛 毛很重的 然后要松开船绳 然后要拉开头棚 就是那个 那个帆要拉开 所以他们就做了很多的这些动作 然后船似乎就准备要进入那个海湾 但是他们遇到了一个困难 所以在凉水夹流的地方 大家可以想象 脑袋里面可以想象 你看过任何电影里面的画面 就是船慢慢的要靠岸 可是海浪不断的打过来 所以船头就插入了岸边的 可能是沙地吧 所以船头就搁浅了 就插入那个岸边的沙地 但船尾还在海上 海浪不断的拍打 不断的拍打 所以就把船尾巴猛力冲坏了 这个冲坏大家可以想象 可能是撞坏了一个大洞 以至于在船里面的这些囚犯 42节有说 兵丁要把囚犯杀了 为什么 因为有囚犯准备要顺着水流逃跑 兵丁没有看好犯人 结果犯人逃跑了 兵丁是要被砍头的 要有责任的 所以与其我自己受这个责罚 我还不如把囚犯给杀了 所以他就要来杀这些囚犯 不过似乎白夫长并不想这么做 所以43节有提到白夫长要救保罗 一开始 何不有提醒我们 要看到的是 白夫长游流 其实对保罗还蛮恩败的 到了这里 似乎越相处越久 游流越认识保罗 越看见他的领导的能力 信仰的稳固 所以他要救保罗 所以不准这些兵丁任意而行 所以就叫大家 那就跳水 所有人都上岸吧 果然到了最后44节最后说 这样众人就都得了救 就上岸 也就呼应了天使在意象中 跟保罗显现说的 所有人一个都不失伤 所有人性命都得救 一个人的信仰 可以从神而来赐给的信心 坚持下去 终会得救 这给我们一个颠簸的旅途 一个最完美的结束了 当然上了岸 你还有上了岸的故事 路加继续寄宿下去 求主也带领我们 继续灵修下去 愿神祝福你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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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